今天是最后一次上课 我们前面的课程部分 都有放在我们的论坛里面 总共从第一次上课 再到第九次上课 理论上 大概比较重要的 Python该需要知道一些相关知识 基本上我们都有带到 从资料形态里面 当然最重要当然不外乎是自串 数字有分成有小数点没小数点 记得就是要转型然后转队 另外如果你要放多个资料的话 当然最常被用到就是串列 串列其实很重要 只是说串列中间加弄点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字典 字典其实有点类似像串列 只是说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的刮符 一个是中刮符一个是大刮符 另外的话字典的部分的话 它是有key跟value 也就是说它一个资料里面 会分成一个key 有点像编号 编号里面什么资料 那这种形态的这个 这个形态的资料 现在越来越普遍 有很多的这个API 都把它拿来当一个资料来源 或者是资料表 OK 或者称它为 有些是把它称它为叫no SQL OK 就是说如果你不用SQL的语法 其实也可以用keyvalue这样架构 那用的越来越普遍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那个用网站在串 或者是说手机APP在串资料的时候 很大一个部分呢其实会用到json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用javascript的话 直接当一个物件就可以把里面的资料给爬出来了 那如果是用python的话 那很简单 直接丢到那个字典里面 那就可以把资料给爬出来了 所以其实在程式的接应 对应上面的话 其实这个json其实还蛮容易的 不过它对 跟那个刚讲的其他的语言 恐怕当然就不太好接级 如果是你用java跟python 还蛮容易的 可是如果你用别的 可能又比较会有问题 OK 那今天的话呢原则上我们延伸那个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主要是讲到有一题 那个用那个pm2.5的那个范例 然后去抓这个行政院环保署的pm2.5的 那个网站上面的json格式 然后呢做一些分析 并且把资料给抓取下来 那这个资料的部分的话呢 原则上呢 当然我有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了 所以你可以 从这边可以找到pm2.5的这个这个连结 那当然除了pm2.5之外 还有更多了 那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pm2.5的 这个测证资料的话 那各位可以从那个地 这边行政院环保署的光 他其实放蛮多地方的 他自己的网站上有放 另外的话呢开放政府的这个 开放资料上面其实有放 不过我是建议你们用那个开放资料上面连结 因为他的好处是你按检视资料 那其实这边就有一个连结了 这个会比较我是觉得比较清楚了 那当然了我已经知道 就是他的连结位置 那另外的话呢当然呢 以后如果你要抓那个网路资料 不外乎就是他的位置 第二个你可能要知道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编码方式 那再来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格式 他已经跟我们讲说他是Json 不过他其实也有提供CSV 那当然你可以看你比较 习惯用哪一种格式 那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 我们用Json 另外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说 他有哪些栏位 他这边跟我们讲说 他有侧占名称 然后限制名称 P2.5的浓度 跟那个时间 还有那个单位 那总共会有一二三四五个栏位 那当然了 其实后续我们可以练习的 不外乎就是第一个把资料爬下来 那第二个的话不外乎就是把它看要放哪里 当然你爬下来之后 通常是要存档 不外乎就把它存 存你习惯的格式 其实很多人大部分应该是习惯 没有Excel 所以你可能存成CSV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 如果我要爬取下来 所以你可能分阶段处理 第一阶段就是爬取 第二阶段就是存档 或者是说你把它放资料库 其实放资料库的好处就是说 将来你要做筛选资料的查询 然后你要做报表 其实会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其实资料库象征的就是你后续报表输出会比较容易一些些 然后存档 那再来不外乎就会字图表 有没有你最好是可以怎么样 那个高低啊 其实高低有时候你看数字 当然是可以理解数字高数字 可是有的时候 那个资料量大的时候 反而看图会比较直觉 因为看图一看就知道谁高谁低嘛 也许你可以再配合一个直条图吧 前面我们有讲过第十二个单元 其实里面也有讲到有关绘图的部分 也许你可以再延伸把这部分的资料 把它通通做出来 其实是一串的啦 那后续当然你可以再看怎么样延伸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基本上 就是先把资料爬下来 不过爬下来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格式 有没有 那我前面讲过就是说呢 其实呢 Jason 我在讲Jason的这个格式之前 其实我没有讲那个字典 所以如果假设呢 你想要对Jason更了解 怎么样把他爬到我们的那个Python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再对应第五个单元里面的那个字典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第五个单元里面 字典我这边其实有放 为什么要Jason在讲 主要原因是看到档案你会比较有概念 不然如果我直接讲那个字典 你可能会觉得好空泛喔 其实有的时候他眼见为比 那你可以看到字典的话 我基本上是把那个字典的这个单元 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应该是第五个单元的第37页的地方 那基本上字典有几个重要的部分 我们好像上个礼拜也用到几个常用到的方法 第一个的话呢 字典我也许给他一个字典的变数名称叫DICTE 那如果说你要取得什么 你要取得某个key里面的值的话 那可以用get 那get后面带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他的key 一个参数 就是你其实带一个key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会帮你把他后面的value抓回来 所以特别注意 字典的形态一定是大瓜符 然后它里面一定是key value 到点key value 中间一定是冒号 它的架构 所以你可以看 假设我们以pn2.5的这个例子来看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要抓的资料 你会发现这边它外面是个大瓜符 那你会发现它一定是一个key 一个value 有没有 然后一个逗点 然后一个key 冒号value 然后再一个逗点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 这个是 key value是一对一对资料 就是其实就一组了 OK 所以有大瓜符 那有点像是那个串列 串列的话呢 它没有key value 它就是一个资料 那字典的话就是key value 它一定是固定了这样的架构 那中间分隔的话一定是逗点 所以第一个key value 逗点 第二个key value 第三个 第四个 第1 第2 第3是在这里 OK 然后第4的话是feel feel 应该是栏位吧 然后呢 但是你会发现 第4个 它的value 你会发现value里面 它蛮复杂的 为什么 你会发现中瓜符 意思是什么呢 它这个value里面 是放个什么 放个串列 其实我是觉得这绝成格式 相对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 因为它的字典里面可能会放串列 而且它串列里面呢 还放什么呢 还放字典 所以你会发现那这个字典里面呢 它又放一个字典 所以光这个地方头就晕了 有没有 所以那我讲过 像这样的格式分析 我自己啦 我推荐就是你们可以用一个 那个云端的一个工具 叫做什么 我底下好像有放 因为其实说真的你光看 看这个格式 哪怕是你自己很熟悉这个 你看的也很累 那所以我习惯怎么样 我习惯是 呼叫那个 好像上一半有跟各位讲过 有一个工具叫做 这个Jason的Editor 有没有这个 在云端百版的0601里面的 第16页这边有一个叫 叫Jason的这个Editor 这个Editor 它好的地方是说 你可以把 这么复杂 因为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你根本不知道头尾在哪里 而且它没有格式化 那所以我自己的习惯 这样 先不要看这个 我看的头很累 因为分析完了 你还是会很容易忽略一些细节 所以怎么办呢 可以把它Ctrl A 然后C Ctrl A 就全选了 然后再直接把它贴到它的左边这边 那Ctrl A Eleases里面的东西 然后把它Ctrl V 然后把它Ctrl V 贴上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需要用到一个功能 我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叫做第三个按钮 Core Tree 跟Format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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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的那个Data 有没有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帮你格式化 那也就是它会阶层 第一阶 第二阶 第三阶 那你要找到哪一阶你要的资料 用Get的方式 把它的Value抓出来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地方 有没有 而且它其实还蛮快的 我发现这个资料还蛮多的 但是它其实不到一秒钟 它就把所有的资料 比格式化了 那你可以发现 这样格式化就清楚了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里面呢 又一层 所以一层的话 它会帮你缩牌下一阶 有没有 然后第五个在哪里 其实我们主要要的资料是在 这个是第四个 不管 第五个在这里 这是什么APIP 它还有认证的 然后第六个 实际上我们要的资料在这里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个 OK 第七个资料 然后呢 你会发现就是这个 那当然是它的 这个是Key Key就是recourse 所以呢 你可以什么 抓回来之后 丢到一个什么 一个字典 然后呢 再用get get这个recourse 它就帮我把后面的东西 就抓回来 但是后面的东西呢 它什么结构呢 冲瓜阿虎开头 所以它又是一个什么 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里面呢 又放了一个一个的字典 OK 所以我们要光解析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发蛮的 不过其实你有些地方 我是觉得你只要抓到药里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 我们用那个字典里面的get 然后get这个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把这个后面的串列先抓出来 那把串列抓出来之后 再用一个回圈 有没有 分别把每一个字典 通通都抓出来 那抓出来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呢 它有key有value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key 通常是栏位名称 而且都重复 那我们要的其实是后面的value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第五个单元里面 那个字典里面有提到 所以刚刚哦 字典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叫get get什么key 有没有 OK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如果我只要抓到哪一个字典里面的 因为它分两个嘛 一个是它的keys 一个是它的values 那所谓的keys 就是它里面所有的前 左边的东西 这栏位名称 那你可以用点keys 那如果你只要右边的东西 就是它里面的value 那就用点value就可以了 那理论上我们是用点value 把后面东西呢 全部抓回来 有没有 那就不需要栏位名称了 那我们抓回来之后 就可以把它先转成一个 一个的这个串列 把它print出 所以其实哦 上个礼拜还记得吧 这个其实 我们把这个做完之后第一阶段 那个pn2.5的部分 我们其实第一阶段其实就是 这个先不存档 其实我们存档 我们后来其实有做到存档 那 这个存档部分 这个先把它处解掉 其实我们主要是把这个 结果部分哦 把它print出来 那print的话呢 你会发现哦 大概几个重点哦 第一个的话就是 用那个di 就是说呢 哎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 这个什么 字典的话 那我们在抓这个资料的时候 记得哦 我们要用一个方法 叫做 json.ros 也就是说以后如果你看到 你放在那个 像pn2.5这个资料 它前面是大瓜糊的话 前面是大瓜糊哦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叫json.ros 然后把这个资料 怎么样 htm.test 然后呢 它就会直接帮我把 那个大瓜糊里面的东西 直接就用一个字典去接它了 OK 所以这一个字典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那个字典抓回来的话 就很简单 所以我刚刚讲了 如果是json的话 对应python 其实相当简单 回来就是一个字典的一个资料形态 也许我们叫dicde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要抓到什么 抓到那个 刚刚讲的这个recourse 其实我用格式化这一个 如果我要把那个格式化里面的这个recourse 那我用什么 用get 但是get后面 它这个是key嘛 那我要后面的东西 那因为它是中瓜糊 所以后面我用一个list去接它 所以我取一个名称叫list1 然后呢 利用那个dicde里面的get方法 有没有 然后就可以把recourse 把它抓过来 所以list1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list1里面 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 recourse后面这个冒号后面这一段 那基本上呢 就是所有测站里面的资料啦 包含就什么呢 一个一个的key value 所以你会发现啦 这个是第一笔资料 但是我们要的其实是后面的value 所以呢 有没有 前面是key嘛 所以我后面又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什么呢 把它的那个values 有没有 全部抓回来 所以我要把 我只要它的values 那所以 特别是我可以用那个 字典里面的一个方法 叫点values 那就可以把它 这个单图的后面的东西抓回来 但是记得要转型喔 因为字典 它本身的形态 它自己有自己的资料形态 那如果说你要把 它后面的那个value 变成字典的话 那记得外面还要再把它转型 转型为list 最后print出来啦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Jason的格式 第一阶段也就这里啦 把它print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得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有没有 一个一个的字 一个一个的串列 那它第一个侧站 叫前证 高雄市 然后p2.5的值是33 哪一天 就今天的 4点钟 然后单位的话就是 这个 应该是百万分支 就微米啦 ok 然后再来就细子等等的 好 那这些资料的话 当然 我如果要把它存起来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把它存在那个 存成csv 那还记得吧 如果要把它存成csv的话 其实 不外乎两个重点 这个其实 所以这个程式的话 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是在 在哪里 在这里吧 ok 所以哦 就这一段而已啦 ok 所以我刚刚做的 就这一段 所以 第15页的地方 就是 如何把那个 christian的格式 荡下来 变成一个一个的串列 ok 这第一个部分 那请各位一定要务必熟悉 这个部分 因为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那你更不要说爬虫了 那这爬虫已经算是 算是 爬虫里面还算是简单的 后面如果要爬那个网页的资料 那难度会更高 也请各位呢 试着把那个上个礼拜 这个部分 稍微再重点复习一下 那 再来 其实我们好像要练习有别的啦 比如人口密度 有没有 甚至还有wifi的 ok 那当然呢 那在那个开放资料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可以练习的 所以我上一半好像跟各位讲过 那开放资料里面 你甚至就是找的话 找有关christian的东西 你可以从开放资料里面的全部里面 光christian可以练习的 就有一万两千 所以你打勾christian筛选一下 他就一万两千 两百三十二个资料可以练习的 有没有就这些吧 有节省的 那我们上个礼拜是浏览次数多到少 所以有人口密度这个我们练习 这边有个什么呢 空气品质的这个空气品质指标 AQI这个不知道跟 不知道一不一样 好像不一样 那我们刚刚练习的是pn2.5 然后这个不一样 这个里面还有更多 空气品质AQI的值 那你会发现这边也一样有一个jackson 不过他jackson呢 长得好像还蛮像的 一样可以把它爬下来 所以你可以利用他类似的方法 把这里面的资料把它抓下来 不过我是建议你们在练习的时候 尽量找那个栏位数不要太多的 像这个栏位一看 至少有20个吧 那这个至少麻烦而已啦 ok 所以你练习的时候啦 我是建议 可以从那个就是 开放资料啦 这个我想啦 这个你要光从里面 来找练习的范例 在多到不升每一万多个耶 那所以呢 你当然这个不ok 没关系你可以再找 像紫外线的即使 这边还有紫外线即使监测耶 所以就是你自己根本不需要 特别再去装一些监控的设备啦 因为政府已经有一些公开的 所以呢 你只要怎么样 你只要去抓取它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测诞资料 它会固定时间更新啦 我不晓得是多久更新一次耶 上面应该会有讯息吧 ok 应该是至少一天或者是多久 那如果说呢 假设你需要这个东西 你就不需要说特别还要去 装一些什么 紫外线的侦测的仪器了 所以它这边有 不过它这边是策站的什么 即使监控资料 对它也是蛮多的策站 所以呢这边你可以怎么办 点开来这边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装 抓那个什么 紫外线的有没有 其实也可以啊 那紫外线一样嘛 它的格式看一下 一样也是大瓜 所以一样是先Jackson Loss 有没有 然后再套用 要把资料抓下来 再来就是说呢 它好像也是一样放在recourse 只是说我不确定说 它是不是在 刚好一样的是 那个同一切 那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没关系 你就是再利用那个Jackson Editor 再看看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 稍微复习一下吧 这个其实也没有 没有太这个 尽可能的把那个重点带到 ok 你就记得就是说先看一下 第一个是Jackson格式 那第二个的话呢 先看一下它的格式里面呢 前面是不是大瓜 如果大瓜 如果大瓜 的话呢 你如果假设这样看很混乱 没关系 你可以Ctrl A C 然后呢 你就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Edit这个 叫做Jackson的Edit 然后把它贴到JacksonEdit里面呢 然后呢做一个什么 Format Format Jackson Data 你可以看到它帮你格式化之后 你再看它第一个 我们要的资料呢 在 在哪里呢 往下卷动 在这里 一样是JacksonEdit里面 好像也是同样 所以甚至 你可以把那个 刚刚的PM2.5的程式 直接 套用拿来 刷那个 紫外线的这个指数 看起来好像都相通的 只是说它蓝位数好像不一样 它是1 2 3 4 5 6 7个蓝位 OK 它甚至还提供给你那什么 它侧占的经纬度 如果经纬度你可以再丢到 那个 有一些 这个 这个程式有 可以帮你直接是打那个地标的 像那个Power BI里面也有Map 然后Google Map也可以 你可以打地标 然后把全省的侧站也许 弄个地图显示出来 甚至上面还可以显示什么 显示它那个 指外线指数 甚至你可以用 用什么方式 用那个 高低 有没有 看多管 或者是指外线也许 你可以用颜色的强烈吧 用颜色去表示 哪个地方指外线特别强 诸如此 这样其实就很清楚了 那只是说这个我想还是第一阶段先把资料先抓下来 那第二阶段就存档 那第三阶段呢 或者是纯层资料库 那请各位先 试着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做个重点回顾 OK 然后试着也许 你再抓抓看别的资料吧 反正如果每个都可以抓的话 那以后你根本不用担心 杰森格式 如果以后人家说我要什么格式给你啊 你说你通话可以啦 你高兴给我什么都可以 对 理论上当然一般最常用的可能是CSV 如果我发现现在杰森越来越浮骗了 而且甚至有些就直接给你杰森 他就是直接给你就是一个杰森格式 说我的data就在这里啦 你以后自己串吧 那我觉得有可能的 以后应该大家都会比较习惯用这种方式 那如果你假设不会存取 那你就麻烦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讲的部分先这个练习一下 谢谢大家